再过几天要去旅游了 最后我的菜地再照一下 然后做最后一次收获的视频吧 回来估计就是要拉秧 整个就要处理菜地了 我突然间发现在我的菜地 在我的玉米豆角和南瓜基地里头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一个 surprise 看看这是那个紫色的 玉米根本就长不出来了 结果我发现我的这个架子全弯了 再仔细一看 哇看到没有 在这个底下有一颗巨大的 一会我量一下到底有多大 这两天 看看 目测的话有 40厘米的直径吧至少 应该有小五十了 大南瓜 这明年还真的要给它搭一个强壮的架子 这底下的豆角反正也有很多 今天豆角太多了 这是我那一片导福的 golden cherry 估计要留给邻居了 朋友们 谁喜欢来摘吧 旁边就是西红柿 基本上都熟了 我们还能吃几天 路上再带俩 这是那一片豆角地 看看 开的花多漂亮 这些豆角都可以留给邻居和朋友了 旁边的西红柿 是 好漂亮 藏在 范子后面的 南瓜 开始变黄了 没有长得太大 为什么 南瓜有的长得很大 有的不太长呢 这旁边还有 一颗最红的 南瓜 应该可以吃了 这底下 藏了一颗 哇 跟吹气球似的 前天看还很小 长这么大 开始收获巨型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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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仍然有一个小的 我估计我们回来以后 还可以吃 长得又大又油油亮亮 一会我要收获了 提前加工了 冬天吃 它就剩下杆了 是我刚才把这个叶子已经都揪下来了 准备一会儿回去就加工了 那还有几棵 一会儿就要去收获 再看后面还有紫色的茄子 长得很高很健壮 今年小白这个歪打正着 收获了真是不少蔬菜 今年冬天是工艺祖师了 再加上我们钓到的鱼 不出家门都可以供饮一个月的 麦都没跟我说悄悄的 你看给那个大南瓜底下加了一个木墩子 原来这个大南瓜长的 把我的饭子都压塌了 它还真是悄悄的做个雷锋啊 这我饭死的另一边藏了一个大的西葫芦 底下不会烂吧 石头多少 那后面还有一颗 那是南瓜 我们温室里的 Golden Cherry 然后小的西红柿 后面的豆角 叶子黄了那样拉样 可能温室里还是热 西红柿都是喜欢热吧 紫椒们终于接出来了 估计我们是吃不上了 留给朋友吧 最有意思的是我这个西瓜 唯一的一个西瓜 现在大概有20厘米直径这么大了 真还不够卖豆一顿吃的 临走之前把它消灭了 就是挺好玩的 另一个架子上的豆角 还是订了当郎的很多呢 一会收获一些 所以我们也把它用开水煮一下 冻起来 这颗花生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收获了 看一下吧 看到已经接出花生了 太棒了 看看 这是我的白白胖胖的花生 真有意思真好 明年可以多种一点花生了 那我现在能吃了吗 一会上网去查查 花生自己种花生 花生拿回来打开看 还很嫩呢 确实是还不到吃的时候 看看 很小的 包包 那证明等我们旅游回来 应该可以采摘了 嗯 太好了 好 再见 我的花生 这就是我 菜地的全貌了 绿葱葱 就是缺少布局 有点乱 明年好好规划一下 中文字幕——YK